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非正式的志愿服务,我国将提出五项名为垂直干绑的新技术化,国务自动不作动,今天在世界志工大会上宣布了最小消息。 在我国,三个第一的国人会参与非正式的志愿工作,平均每一年贡献48小时,国自动认为我国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,鼓励非正式志工。 资论解释,新计划取名为垂直干绑,因为有超过八成的国人住在高楼内,计划希望改变人们的思维,让国人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为社群尽快乐。 这项计划将由全国自认服务与实战中心管理和计定,中心将同一些本地的社区组织合作举办公主邦,提高民众在这方面的意识。 建物局推出今年第一期的预购主屋,位于益顺和五级八宫的三个项目,总共有1728个单位,提出第一天,最新预告了691个申请, 其中五级八宫的180个小型公寓项目,申请出已经超过了公寓的三层。 来看这点两个新的报道。 建物局推出的预购主屋,其中两个项目位于益顺,益顺是预告的office brief,包括两房间。